來到這裏我想先跟大家提及的就是Cosina Cosina就是這次CP Plus 裏面最多新產品和大家見面的品牌 當中最矚目的就是我前面的影片也說過 就是第一支得到Canon 授權的 RF Mount 鏡頭 現在先去看看 進來它放齊了幾支新鏡給我看 前面這三支就是 X Mount 鏡頭 而後面這支竟然還不出單反鏡 最重要當然是這支 RF Mount 鏡頭 給大家看看 其實都頗大支 51mm 一光圈 當然是大支 但如果你說 跟現在的 AF 鏡頭相比 這支鏡頭當然絕對不大支 如果你說原廠那支 50.2mm 比較 都大支幾倍 它採用了Nokon 設計 認真說 我覺得光學上 應該不會像 APO 那樣漂亮 但是 自在有成一光圈那麼大 令到後面大家見到 是有摺點的 即是說 它可以和機身通訊 將它的焦距 光圈 和對焦距離的資訊 都給予回機身 可能有些朋友會問 以為這些資訊除了放在 EXIF 還有甚麼用 其實機身很多的自動計算功能 都需要這些資訊去做 所以 如果你說 有電子摺點和機身溝通到 其實 除了 AF 以外 機身所有功能 基本上它是支援到的 從 rapid galette 的對焦距離最新新便出現 其實 Saturn SONY 最新 是支 51.4 它的專業以來 BOY SONY 我也和大家試好了 所以我就不特地進去試 除了所有的目標 都跟大家講解 hundreds of waiting 但是前面我看到一个挺特异的产品 一定要跟大家试试这个产品是什么 这部这么奇特的机器 其实是一个HX99加上后面的View Founder模组 现阶段一定只是用到这部机器 没有其他机器可以用到 但是这个模组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它就是将这个View Founder的影像 利用后面这一件这么大件的东西 就变成了在View Founder射出来 它就会直接射入这个用家的视频膜上 让一些弱视的朋友 都可以轻易地用这个模组 整部机器都可以拍到相片 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一组东西又大舊又用不着 但是对于一些弱视的朋友 又想拍照的话 这部东西就帮到很多了 试完产品当然不可以不看的 就是它的模组 Sony是这么多的Proof 里面 摆模组的范围最大 也有最多模组数目 这位我很喜欢 来到Nikon 我最重要的任务 当然要跟大家试玩一下 它全新的Z85mm F1.2 传说它很大支和几重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现在就跟大家试一下 我现在亲手拿起这枝 Nikon 全新刚刚公布的 851.2s 这枝镜头 看上去 这枝镜头真是很大支 不过认真说 当它夹锁了上部Z9之后 你会觉得拿上手 这枝镜头不是真的太重 我相信是因为 它本身看上去大支 再加上它平衡做得好 所以你就没有觉得它特别重的问题 现在跟大家试试一下对焦 基本上 这么大支镜头来说 它对焦算快 我相信影人会觉得轻松的 不得那句 拿上手 连上Z9之后 都真的有点重 只是因为平衡感的关系 所以 就 没有想中那么重 接着就来到OM了 其实呢 认真说我都很少摸 它的长镜加OM-1 虽然都摸过 但是呢 现在就跟大家 真是认真摸多次 可能很多朋友 HKCIF都试过这个组合 就是 它这支 150-400 加1.25X 加1.25X 还有呢 它部 OM-1 我现在就看看 对焦真的很快 不过 大家都玩过 我这样摸摸船了 来到Sigma 我自己就想看看 它那几支 Z-mount镜又是怎样的样子 因为Z-mount那么大 所以那几支镜 可能 那个样子 就会比较 又是后面大 前面小 另外 我都很喜欢它后面 我现在正正后面那个 它那个 ARX系列的镜头的拉-up 即是连以前 HSM那年 即是单反年代 那些ARX镜 它都拉-up 都可以当是一个博物观众看看 这几支就是它 全新的Z-mount的定焦镜 其实这几支镜 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今次这个Z-mount 是它Sigma 第一次有Z-mount镜头 看到呢 哇 即是它后面 都是强强和加大 所以这支镜 我说真的 认真是 外形就看看大家是否接受 不过 如果作为Z-C 或者Z-30的用家 有些便宜价的 大光圈定焦镜 还要高质素 这样给大家选择 其实是一件好事 在这里 我觉得挺惊喜的 就是 有部Volion 4D在这里 这部Volion 4D 就是DJI那部 即是自己的镜头 原来 它里面的 是可以透过Adapter 转做不同的镜头 它现在 吸引上去的镜头 其实是L-mount 所以都挺过人的 甚至乎可以做到对焦 或者是变焦 都可以在我机身上设定的 这套东西都挺完美的 但是最完美的地方就是 原来不单止限于用一个mount 现在原来有很多mount都可以用的了 认真 Panasonic 我相信在香港 就不算很多人留意了 但是旁边 M43也有 L-mount的Sigma 也没有理由没有Panasonic 所以 都有Panasonic在这里 我现在 都进去和大家看看有什么看 我预计应该都是S52 应该都没什么新东西 两部S52都放在这里 然后前面就有镜头拉入了 但看清楚一点 原来其实是三个品牌的镜头 加起来才有这么多的 希望它快点出多一点 不过好像Sigma 应该多很多 为什么放在这么少里面 虽然Panasonic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机 或者新产品 但是我都不太捨得走 说完腾笼 就看看腾笼有什么新东西 应该前面的影片 我都跟大家看过 应该都是一样新东西 这支X-mount的11-20 真的不用这么神秘 找玻璃箱 我想碰都碰不到 不过不要紧 香港应该都很快会见到的 有很多机和镜头 给大家试 不过这个就比较特别 因为前面的多数都是Sony 这个就是富士机 富士蚌 虽然它都有很多富士蚌 的镜头 但是现在放在我面前 只有几部是富士蚌 我都想试试这支 有多少东西 拿上手都不是很重 看看 对焦速度不过不失 看到我单手拿 其实重量都不是太重 不过当然 拿分两分钟我可以 拿到这些都要双手 不过我想 因为富士 就是它原厂那支 会再大支一点 价钱也贵了一点 所以这支也是一个 挺好的取代品 好了 基本上 那些大的品牌 我都去完 那现在呢 我就会和大家去一些 比较小小小小 或者一些 accessory 去玩一下 發掘一下 有没有什么新东西 记住 继续留意我们DC Vever 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新片 记得订阅DC VeverHK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下旁边的钟仔 我们下次见